大家好,欢迎关注《言之早早》,我是卢岩 昨天凌晨,国度在12强赛0比1输给了日本 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毕竟两支球队从技术术到个人能力都有着挺大的差距 这个比分也不意外,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 昨天晚上,主教练李铁在和球队转场去阿联酋之前发了一则微博 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种乐观的心态 特别提到了说要继续努力 提到了要微笑面对人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孝子戳到了部分球迷的废管子 这个留言里边有支持,有鼓励 但是也有一些批评,奚落,甚至是挖苦 那输了球不开心很正常 但是不是就要就此的否定中国足球队 否定教练组,否定队员做的一切 我觉得大可不必,那还记得97年的金州吗 那响彻全场的换李铁,换李铁,李铁换了 结局又改观吗 中国足球用象牙山长棍主任的话说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队伍更多的善意和支持呢 国足亚洲老九,输给澳大利亚,输给日本 不是不能输,而是要在输球的过程中明确定位找到办法 接下来对越南,对沙特,对阿曼,那才是抢分见真章的时候 重压之下,心态失衡的这种教训,不管是国足还是其他运动队 其实都有过呀 作为群队的主星舞,李铁说了句校队人声 既体现出了积极的态度 也有潜移默化中给队员减压的成分 大战在即,这不好吗 要我说呀 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演,那养不出战斗力来 反而是坚持快乐足球和人性化的管理 才能在当年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修成正果 还有水冷冻,让冒冷冻,并水冷冻,含冷冻,冒冷冻 只要明显面糊,有点减 existem 有确定在身体里面所建议的 说明显面糊员以后 我说明显面糊员是水冷冻的 肚菲的冷冻